《六十八蘋果日報》 《投資學堂,大跌市的策略》 2015年7月10日投資 B05投資學堂譚紹興雖然股市已反彈 但不者仍想指出早前的事時,租證券行第一次call margin 切密補倉,因為補倉只會越補越多,越食越深 正如上週五被call margin,你補倉,週一再跌一千點 你是否有再補倉,日前再跌二千點,你是否有能力再補倉 所以第一次被call margin時,最佳策略便是選個較好的水平 再被call margin當日收市前平倉,切密再等 同時,更重要是平倉後,負擔消除,思維更加清晰 更容易想到新的出路 老底後本地藍籌此外,由於不問價的斬倉盤 大多最下五一至兩點間執行 該段期間股價相對較低,若要只食平倉 不妨捱多一回,待三點後這些斬倉盤完結財股貨 街市可能有較佳的價位,至於考慮老底,買什麼貨 不者會避開那些內地投資者的外股 因爲他們可能想持有一些貨,若再租壁倉 街市又要再訂貨,暫時不者正留意中銀2388 有幫1299及領匯823等本地藍籌股 因爲今次大股災後,本地藍籌股可能是基金增持的對象 令不者亦考慮以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的資金 少著吸納一些優質而三線股 因早前莊家大護租壁倉,於是不問價定貨 引致以三線股狂奢,不少以累積下跌達六七成 個別股份以具長線投資價值,但近期市況異常波動 指以少著吸納,切勿超越投資組合的百分之十 暫時不者正留意某連鎖電器股 周日當《蘋果財經》報導,湯文良買港交所388 E.L.N.收息時,不者即時感到此增相息 仿此2007年不少本地富豪隨隨玩港交所 E.L.N. Accumulator 的情境 所以當日便提醒朋友們要小心港交所 同時,隨口非僵將股市的大混亂 懷疑外資可能是今次A.股大社的元空之一 估計中央在開放市場方面將會轉趨小心 深港通及其他中港股市融合的方案 有可能推遲甚至實停,港交所便需重新估值了 探紹興財經評論員Ricky,at.com 本欄逢週五看出